各位这份就是一个法国的报纸 南王D 说新冠疫情使人类的寿命缩短了1月份一年 根据放在纽月刀的估计在2019年和2021年之间 大约有1595万人死于疫情 当然我们知道大部分疫情死在哪里就是西方国家 这里重复刚才说的就是人均寿命下降了一年半 多如出来的死亡数字大约是1600万人左右 这两年第二篇就说法国可以的 当然这份是法国报纸 法国说我们的疫苗打得好可以的 最大问题就是美国 美国大部分的死亡死得很快 比起其他国家来说影响了一些小一点 两年之间它总共超过了100万人死亡 美国的人均寿命下降了2.7年 全球来说是1.5年 但美国基本上是2.7年 在历史上以来 自从1920年来是最大的跌幅 这是一个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 它这个国家可以靠印钮 得到所有要的东西 但偏偏在处理的疫情方面 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差 大家在那个段期间看到了 在2019年 其实在2019年没有事 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之间 最初一样 跟其他国家全部都是限制人民的流动 希望可以阻止到疫情 但阻止不到 照样传播 而且这些很明显 就是人民不够合作 另外就是政府也不够出力 所以疫情阻止不到 阻止不到 在人群之中散播 医院的压力大 加上他们很多时候要靠医疗保险 人民的身体已经很弱 尤其是在中下层 他们一直以来有病都没有钱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超过一百万人死亡 其实非常可耻 但偏偏这样的可耻国家 继续在世界上 自三自细 到处所谓的领导 其实美国已经没有了领导能力 我们在看一个整个西方文化的衰落 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可以见到这一天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